中文字幕 李宗盛 哈喽 大家好 史上已经介绍过了 我再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叫做谭诗涵 然后大家叫我小谭或者Janny都OK 我是现在大三 然后学管理经 还有心理升学 然后今天本来是第一个上海 想简单介绍一下 诗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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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大学 不过现在的话 我就简单再说一下吧 我想先请问一下 这位人兄你叫做什么名字 中文还是中文 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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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第一次来上海有什么感想 就是你第一次到这里的时候 你第一个感想是什么 中文特别大 那我说一下我自己的经验吧 我第一次来上海的时候 我是从market street大家正门去 在哪里去参数条件 我说从头来回走了三遍以后 然后我就扎了一个路人 然后问他一句非常狂童的问题 我就问他说 吃中心在哪里 然后当时真的是觉得 这个山安第一印象就是小破撮无聊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大家一般新生来的第一印象 好 然后是对了 然后所以我今天就反证一下 山安德鲁斯为什么突不聊 好首先我先讲一下山安德鲁斯突不无聊 那第一原就是因为山安德鲁斯本来就不是一个无聊的地方 然后呢第一条是因为首先山安德鲁斯虽然小但是它是一个五脏俱全的地方 然后怎么又算了 那个首先它是一个很古老 然后历史很悠久的一个五镇 然后它也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衣山傍海春暖花开 就是风有一点渣 不过还是很美的 所以大家能来到这里学习真的是很幸福的一件事 然后这里大家也能了解已经 这里是一个大学床 因为超过3G的人口基本上都是学生 所以每当那个像是圣诞节啊或者是Easter复活节的时候 这里基本上就已经是空城 当然像Master的朋友也不要担心 在暑假的时候会有很多旅客来跟你们做饭 所以基本上这块也是一个很有名的旅游上帝 会有很多旅客在暑假的时候都会到这边来 在这里 刚提到圣诞兹兹兹我想大家第一感觉应该印象就是DORM 那个高尔夫球 因为这块是高尔夫的起源地 然后像很多名人比如许克兰特每年都会来到圣诞兹兹兹兹 然后今年也快来了 如果大家想要知道他什么时候来呢 就请关注我们的红袍论坛 然后圣诞兹兹兹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概念 这个圣诞兹兹兹其实是斯科兰这里最古老的大学 然后呢也是English Speaking World里头排名第三的老大学 请思绿牛津剑桥 所以它因为它拥有这么远久的历史 所以其实圣诞兹兹兹兹真正的价值不在于它的外壳 而是在于它的内在 在于它的culture 它有非常多的很有意思的traditions 比如说像是大一新生的话 你们其实现在就可以开始寻找大丹大斯的学姐 或者学长来当你们的asdamic parents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已经听到过这个 其实就是来当你们学业上的奶爸奶妈 然后呢再一个 然后呢在11月份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叫做rising weekend 然后呢这个weekend主要就是给那个大一新生 其实master也可以的 只是你们可能在找phd 或者你们找under 如果你们不介意的话也是可以的 就是那个先往上一下 就是那个时候你们的academic parents 会把你们就是打扮的西装衣服 有海明宝宝带呀 Mickey Mouse啊 Mini都有 然后那个时候你们就是在 应该是在中一吧 我记得 然后你们就是穿着它给你打扮的服装 然后拿着你们在那个超市买的那个 不叫什么就是刮胡子那个泡泡 然后就去那个这附近的一个地方去参加一个叫做泡沫大战的一个游戏 到时候我们会带大家穿过这个地方 对 大家他们会介绍 然后这个就是我去年的时候那个泡沫大战只有的结果图 就比较悲惨了 然后其实academic parents的最重要的功能 不仅仅是riding behind 更重要的是它会带领你们大一的学生更好的融入到这个大学的生活里头 保证你吃喝玩乐样样不缺 现在你们再上一遍 然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还是先上一遍 大家有没有对这个石头有没有印象 就是在词物馆边上 然后有一个大的拱门 外头有一个这个片石的石头 这个就是我们称的诅咒石 就是一旦有人没毕业的人踩在上河 他就会诅咒你永远毕不了业 然后这是一个传说 虽然它只是一块石头 其实它没什么拍的工作 只是给你心理可能有一定压力 但如果有那种比较耸的同学 觉得说我自己什么学成的不好 然后我就没什么信心 我踩着上我避不了又不活了 其实大家要不要有这个思想 那个因为五月份的时候 会有一个跳海的一个节日 你就可以八光一米去跳海 这是一个洗经这个诅咒的方法 然后那个时候如果大家认识好的话 它可以看到很多裸男裸女在沙滩上奔驰 真的有 然后其实上岸组的四夫观光 只是我刚才说的这两个点 其实还有很多很有意思的活动 比如说它会有整个大战 然后还会有很多舞会 每年都会有很多很多舞会 然后还会有很多party 然后还有那个如果住在比如说 DRA啊 牛后他们每年都会组织很多 像是Christmas party 会把你运到邓迪 然后一晚上的疯狂 然后这是我那个去年拍的 还有什么像是fashion show 就有很多很多各式各样的活动 然后不知道大家今天有没有去那个sports fair 有没有都去了吧应该 这个就是我们虽然都有次有超过将近50个class 然后然后如果我建议大家如果对自己什么sports感兴趣 或者大家想运动想健身的 就请务并今天一定要去到那个sports fair去sign up 然后去感兴趣的活动就可以参与到里头 再一个 然后我给我们自己的society做一个广照 如果大家对什么明天就是有个freshsphere 那个主要就是社团的那个活动的签本报名 然后你们可以比如说有人要对管理感兴趣 可以报管理society啊 如果你对唱歌感兴在我和尚团的报名 如果说你对戏剧方面有兴趣的才有个mormons 然后像如果你对电影制作很感兴的话 那就请务必报名我们的肉productions 谢谢 然后呢如果有人说我不想加入到鬼老社团 我不想加入到没有中国人的社团 因为我见到鬼老就是脸色发白呀 要准屁了呀 没关系 我们这边还有一个完全为中国人准备的社团 它就叫做中国学联 然后就是刚才史唱说的CSSA简创 明天你们就会看到 然后这个学联的目的主要就是为华人学生来做一些服务 然后每年都会准就是组织一场很大型的春晚 然后这个是我去年组织的春晚 然后就很荣幸的把那个大学的校长请到了 接着 再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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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然后就是如果有人想要说就是想要跟当地的人有一些联系的话 就想了解一下本地人是如何生活的 我给大家推荐一个项目 它叫做be friend scheme 就是be 然后friend 再加一个er 那个be friend scheme就是说它学校会帮助你们去介绍一对那个当地的老人 然后他们可能说每个人就是每个月可能会进去大家吃顿饭 然后大餐就是圣诞节啊或者easter之类的很大的节日 他会也请你去那吃大餐 跟你讲这一下他们就如果进入这个节日 然后好一点的他会带你去旅游之类的 然后大家可以刚自己那个有个册子 好像是就是北新生的那个册子里面 应该会有写他们的联系方式之类的可以看看 好 然后这个是我去年参加我朋友的那个graduate age ceremony 就是毕业典礼的时候它下来了 然后其实感触挺深的 其实我觉得在我在这边大了其实有四年了 再加上一个预科 然后其实我感受最大的就是我们阵子们各年 奋斗的目标其实就是为了一张拓制 但是其实我觉得还有一项东西比那张拓制更重要的就是 你在这边大学的宝贵的经验你认识到的人事物 所以我觉得有句话说的特别好 就是说你其实在大学里正常学到的东西是你毕业不管多少年都还能记着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如果是 所以我建议就是大一的新生 如果你现在是才大一的话 就尽量多参加一些society或者sports clubs 多去见识一些 多去认识一些人 然后多去融入到这个大学的生活 如果你说我是master 只有一年时间在这里 那我觉得你更应该多花点时间去融入到这个大学 去看看这个大学里头的那个culture跟国内的大学有什么不同 就是这边你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去 然后所以在这么有趣的大学里头 这么有趣的地方 大家就不要再当阿宅族了 让我们一起say yes 去做非常美好的大学生活吧 然后如果如果听了我这么苦口过心的演讲 大家还是觉得说完很无聊吧 那就没办法 就请你去尼斯库旁边陪着你们 一起去找尼斯库水怪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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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刚才真姐说的这个诅咒 大家不要惊慌 只要不踩上去也没 就没有事 如果踩上去了 不光可以五月跳海 用咱们的红袍笔考试照样过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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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derator